還有接下來我們怎麼知道 他擔任這個研發成果管理的委員以後 他不會繼續運用他的影響力 把中研院還有很多的其他的生技的利益 依照他自己的私信 因為他也是人家的投資顧問 他在幫人家管理很多生技的投資 他不會把這些利益 讓與給或者是特別圖利哪一些特定的投資者 甚至繼續的護航中研院把其他的技術 直接在比較不好的條件下移轉給浩鼎 這是有可能的嘛 因為他自己利益在裡面 是不是這樣 這個我們會加以檢討 不過國安委會的事情我絕對沒有插手 那李士官我是覺得他是非常專業 那經驗也非常好 所以他是相當客觀的 院長 你們都是專業人 專業我們沒有辦法跟你們比 但是我跟你指教你們這一次真的大錯特錯 怎麼會這麼剛好 總統的 準總統的二哥 浩鼎的大股東 您的女兒 浩鼎的大股東 準經濟部長的弟弟 浩鼎的大股東 怎麼會這麼剛好 一個將來是要做總統的 一言一行都會影響到台灣的經濟 一個將來要做經濟部長對整個生技產業 未來發展 他是可以控管的 他可以指導方向的 那怎麼可以整個我們政府未來的體制 跟我們浩鼎這家公司的利益 綁得這麼緊 怎麼可以 你這樣子的讓人家懷疑 這個結構就是產官學 組成了一個高階的 以坑沙股民為主的詐騙集團 我很沉痛的講 我想這樣講太嚴重了 可是我跟我立法委員的執責 我要提出這個質疑 你們要去解釋 你們要去解釋 我想支持生技產業是 都要鼓勵的 但是利益迴避 利益衝突這個規範 我們的確要做得更好 你們要不然就全部去做生意 要不然就全部做 做我們的政府官員 不要搭在一起 而且搭得這麼深 對這個了解 不過 我們假如要走入創新產業 學術研究跟產業跟資金 我們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有必要的 那至於要怎麼樣 我知道 但是你們分計已經逾越了 院長 我在這邊也呼籲 我們朝野立委 大家共同注意 如果這是一個新的模式 那我嚴重的質疑 蔡英文所有後面提出來的 所有產業發展 是不是都已經把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已經定在那裡了 將來這些發展都會有特定的一個 少數人獲取超額的一個利益 那我們整個國家的產業要怎麼辦 這是我嚴重懷疑的一個 從這個生技產業我看到了一個模式 這個模式是非常非常可怕 比什麼肯亞的詐騙案還要嚴重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接著請張廖萬間委員 主席齁 我們請翁院長 院長請 總統委員好 好 翁院長你還是來了 還是來了 我想這個是有 有心態轉折的啦 在昨天班王我們從這個委員會這邊 得到的訊息是 您大概就是不來了 那為什麼你現在還想來 不過因為我了解到 還是要尊重國會啦 我昨天請假其實是跟總統請 所以是因為總統沒有準假 所以你認為說你應該要來 不是不是 總統那邊我是知道他 可能我請太常 或是說 其他原因我今天才要了解 不過國會我一向是尊重的 是 好 那 剛才我看你 就是說有提到說 有這個趙偉說 你現在是狀況是身心俱疲啦 那您現在到底是覺得自己是問心無愧 對 那個在國外的時候跟我們總統請辭 那回來之後你決定不辭了 那到底這個心態的轉折是怎麼樣 你要不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 我的確是精神上壓力蠻大 這個是真的齁 沒有辦法及時依依回應 所以在那個過程 我覺得專案件的這個生意 以及我個人的生意都已經受了重創 那那個時候精神狀態也開始不好 那在國外的時候 我有聽到我們立法院要開會 所以我必須在31號到貴院 因為我請教是請教4月14號 所以我在27號晚上就真的身體狀況不好 就進入急診室 那差不多三個鐘頭之後我出來 這個我們大概都知道 對 醫生叫我不能做長途旅行 所以那個晚上我就打電話給總統 口頭請辭 然後有一個書面這樣子 好 那個時候是心情是這樣子 那回來之後我當然 那個時候總統希望趕快回來 跟他報告 還有跟國會報告 那最重要的就是 有一個評議會 必須要選出新的院長 所以這些事我都做完了 那覺得 我已經試下重擔 那就 可以不必再 那外界齁 就是外界在 在禮拜一的時候 您在見總統的時候 外界認為說 你會跟總統提出辭辰才對 就像你講的 剛才順的這個邏輯說 你評議委員已經 也都開了 新的院長候選人也都選了 已經卸下重擔了 那有一種說法 是認為你禮拜一去 應該就是跟總統說 我任務完成了 我應該要請辭了 然後外界也有這樣的想像 那後來出來之後 總統我還發表了聲明說 發言人還說 你沒有請辭不符合外界期待 跟期待中有落差 那你個人 個人面對外界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認為說你沒有辭職 對這個外界跟外界的期待 不符合 那你個人有什麼看法 我昨天其實 你現在有沒有改變心意 沒有 沒有 我想 我的想法是很簡單 因為中央研究院跟其他行政單位不一樣 因為我們有一個叫做議事規則 那個院長請辭 院長辭職的時候 要啟動一個叫做臨時評議會 由執行長啟動臨時評議會 然後推定臨時主席再選 我知道你是按照中央研究院院長 所以我不希望被外界解讀成 我們再要再來一次 那何況我們那個4月16號評議會完之後 我就把這個三個候選人 承報給總統 那我當初只是希望說 是不是總統可以盡快 簽選他主義的人選 然後我就可以 就可以提早交接 因為我們的法規沒有規定 一定要10月19號 所以你現在的態度還是不辭職 要等總統趕快 用這個新的院長的 簽訂的方式來跟你辦理交接 對對 趕快 趕快 決定人選 然後趕快交接 那我就可以卸任 好 院長我想 我的心態 非常簡單 號鼎案發展到現在 其實有各種各種的版本 那麼也有很多的質疑 那我想 有兩個關鍵的問題 就是說 您個人有沒有涉及利益迴避 有沒有這個違反利益迴避的原則 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說 您有沒有涉及到內線交易 像剛才吳委員講的 你有沒有去坑 結合這些所謂的新政商關係 新的一個網絡 要發展生技產業 來坑殺這些股民 我想這樣的一個兩個 兩個主要的問題 是外界最大的質疑 我想先請問 在利益迴避的這方面 我想因為檢方不但的在講說 所謂偵查中不公開 但我們也從媒體裡面得知 就是說 因為你的女兒 她擁有 號鼎的這個股票 這個所謂三千張的股票 檢察官認為 那個是您最可能 會有這個利益沒有迴避 甚至認為這個錢 是由號鼎的高層所出的 那您個人 個人針對這一點 您到底有沒有辦法提出 確確的證據 來回應外界的質疑 到目前為止 我馬上看到你提到說 你有沒有確確的金流 然後涉及到的這個證語稅 在美國這邊有繳納 那是否能夠提出進一步的說明 委員我剛才有講過這個 號鼎相關的事情進入調查 但是有一些事情我過去已經講過 還是一樣 所以我 我是不覺得 我不覺得 我有 違反利益迴避 對對對 也不覺得 其他委員講的有 有任何違法的地方 那詳細的我想請 就請這個我們 好 那有關涉及到內線交易的部分 這個我以前就講過不可能的 不可能 我根本不知道內線 我上次在問的時候 曾經就是 因為外界 包括昨天的這個媒體也提到 還提到所謂的這個號鼎的這個 這個經營權之爭 我想剛才有提到李世仁 這個李世光李世仁兄弟的問題 我想你都認識 我認識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怎麼被推薦到管 管委會 我想那個都是一個相當獨立 而且客觀的那個單位 好 號鼎案發生到現在 剛才被質疑的李世仁的角色 那事實上李世仁也在媒體有表示 我不曉得這段話 您聽起來覺得怎麼樣 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因為畢竟 十年前你回到台灣來接任這個中研院院長 在發展台灣的生計產業 那麼生計產業經過號鼎案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風波之後 到底台灣發展生計產業的 這個未來的可能性在哪裡 他說 投入生計領域 已經二十多年的李世仁說 理論上 技轉與新創的小公司 剛開始都會對公司有成長注意的人投資 那麼與這個技轉研發者綁在一起最好 他的觀念是這樣子 然後如此緊密來做成功的誘因更高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他現在講 然後在國外知識經濟新創技術公司 都是靠創投專業投資團隊 以及擁有技術研發者的親友來投資 他的成功性比較高 您對他這段話的看法怎麼樣 在國外的經驗 我覺得這個很可能是今天號鼎案 所謂的利益有沒有回避啊 糾纏不清的一些觀念問題 因為這是非常高風險嘛 所以開始要投資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成功與否 對對那個風險太大 所以往往都會找比較認識的 比較了解這個技術的人 來投資啦 那這個就看創投他本身 是不是願意冒這個風險 然後評估這個技術值不值得投資 我想整個過程是這樣子 所以他有說號鼎案發生到現在 他說這些在國外是加分啦 在國內是減分啦 他說動不動二等親三等親都不能投資 不斷的延伸被冠上圖利自家人或白手套的罪名 那麼學研一的人沒有人敢和產業合作沾上邊 他這樣子的觀念然後進去我們中研院裡面 擔任一個重要的職務 那他這樣的觀念很顯然跟我們現在質疑是衝突的嘛 那你個人看法是怎麼樣 對我想只要的 這個不釐清的話我想很難去 我想親友投資是要鼓勵的啦 現在就是利益衝突的這個規範 我們要做的可能更完整一點 那你覺得現在號鼎案發生到現在 你個人是覺得委屈 還是認為是相關的法令不健全 造成台灣的生技產業很難在台灣有很重大的突破 我想兩個都有 兩個都有 怎麼說 委屈是因為我不認為我做出任何違背良心的事情 那法規方面我是覺得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如果要走向創新產業的話 我們很多很多的這個認識是不夠的 甚至是不對的 那個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慢慢來進入這個狀況 因為我們長久以來在台灣其實沒有創新產業 很多都是代工或者一些比較 我想這個號鼎案發生到現在我們看已經不是純粹的專業問題 已經也不純粹的司法問題 我看有政治的因素在裡面 那包括上一次在質詢的時候 已經有委員提到說如果你被限制出境 那麼你在號鼎案解盲所謂的沒有成功 或者所謂的不如預期的那個之後 你發表的這個裡面還包括美國的這個總油協會 所以聽說要來六月初 他很可能會來有另外一個數據要公佈 那這個對於這個號鼎案發生到現在 他會有一些可能會有不同的一個觀點 那你現在被限制出境 你曾經說你五月份要出國去參加重要的會議 那你現在怎麼辦 我希望我是不太了解這個 這個限制出境的這個限制到什麼程度 那五月當然是有一個英國皇家科學院給我的獎項 那六 這是五月十幾號 五月十幾號 好像十八號的樣子 那你現在跟律師研究了沒有 你會去參加嗎 我有提到這個 那六月初就是這個ASCO的這個meeting 但是臨床的事情我從來不參與的 他們會發表臨床結果 但是呢 因為被放到這個 這個結果是被放到一個好像 比較突破性的這個醫療的 所以在科學方面有邀請我 去主持一個科學的論壇 那你會不會堅持要去參加 我想有機會的話當然是 那你現在被限制出境 對你被限制出境的話 我到時再看嘛 到時再看 好我想臺灣的生技產業 經過浩鼎案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想院長 如果你認為問心無愧的話 我覺得你留在臺灣 好好的做後續經驗的傳承 那如果說專業碰到政治遇到問題 我覺得你也應該要勇敢的提出來 現在是九局下半 你也應該要想辦法 那您遲不遲止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已經不是專業問題了 我也希望你能夠做一個慎重的一個回應 謝謝 好謝謝 我們接著請高路委員 高路委員 高路委員不在 我們現在請蔣乃馨委員 主席有請院長 院長請 蔣乃馨委員 院長好 我想看到你今天早上來 高興 謝謝 不過呢 這段時間 原先浩鼎 只是一個 記轉的 內線交易 跟有沒有利益迴避的問題 可是我們很遺憾的 看到了院長 這幾次給總統的文 以及中研院昨天給我們的文 既然發展 是跟新院長 的人選 把它連結在一起 我很納悶 浩鼎案 是一個獨立的案子 院長的臨選 是一個獨立的案子 為什麼 要發展成為 院長的去留 跟新院長的人選 把它連結在一起 我想這個沒有連結 這個 外界就來講 是不是 有高人在後面指點 我想沒有 我也不覺得有連結 因為 你給總統的信 說你不離開 不辭職 等總統 願意 配合 新院長的人選的定案 提早交接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委員 那個 我跟總統是有很詳細的 在那邊討論說 那個 三個 新的院長候選人 怎麼產生的那個過程 然後 我也表示說 假如 總統 這是總統的職權嘛 假如總統能夠 提早 確定人選的話 我願意 提早 對啊 就是這樣子而已 你給總統的文 對對 對不對 因為我自己 如新院長能及早 確認 職願配合提前辦理交接 對對 這個不是跟新院長的人選 保在一起嗎 不是 只是表示 我不一定要 要做到 那 以昨天 的一個文 一個聲明 為維持中研院的穩定 翁院長決定 忍辱負重 向總統表明 暫不辭職 來一旦確定 新院長人選 將配合辦理交接 對 所以這個來講 給我們的解讀就是說 你的去留 跟新院長的人選 是綁在一起的 如果 新院長一出來 你就願意交出去 只要新院長不出來 你就繼續擔任 其實 繼續擔任 不擔任院長 是你個人的問題 對對對 不應該跟新院長的人選 綁在一起 對 這個了解 這個就給你在外面 有個想法是什麼 你知道嗎 現在在外面講了這個 有人利用你的 號頂的案子 來進行奪公計畫 什麼叫奪公計畫 奪權逼供 為什麼要這樣子講 對 依照中央研究院 組織法 第三條 由 中央研究院評議會 選出三個 對 然後由總統 針對這三個去做領選 所以總統的權利 是從這三個當中選一個出來 對 這是總統的權利 對 所以 我們的 批議會的會議規則 就講的是 吳敬明投票 而且 照過去來講 任何一次的選舉 都是沒有排名 而這次把它變更為排名 吳敬明排序法 你讓總統怎麼去 從這三個中間選一個 如果總統選第一個 按照評議會的意見 如果總統選第二個 外界會不會認為說 你總統為什麼要選第二個 這就是把總統的權利 透過這次的修法 修改規則 把總統的權利 拿到中院院 讓有心人在後面去操作 第二個 就是利用你的辭職 逼著總統 趕快把這個違法選出來的新院長 趕快及早認定 我想委員是有誤解 因為過去也是這樣子啦 就是選出三位 但是他有這個支持度的差異 也送給總統 票數 那那個 由總統去 去領選 以前就這樣 以前就這樣子 你現在排序了以後 總統怎麼去領選法 請問總統怎麼領選法 以前就是 以前是沒有 投票的票數 有有有 這個都有給總統啦 以前的責 以前的 沒有對外公開嘛 以前的 會議規則 這一次也沒有對外公開啊 所以這次對外多公開 所以這次對外多公開 沒有人說要跳海 沒有人說要跳海 有人說要去跳海 要公開的人去跳海 我想基本上來講 依照你們中央研究院 4月21號的聲明稿 總統的 總統的 那個院長的 臨選會議規則 是由出席評議員 現場 提案修訂 經過通過以後 事後即 接續進行 院長 候選人的 投票作業 對不對 所以中間沒有間隔嘛 這邊通過了修改規則 然後馬上按照 新的規則 去進行 院長 您是評議會的議長 那天的主席是誰 臨時主席是那個 王范生 副院長 他是執行長 然後推選臨時主席 就是朱堅武 誰 朱堅武院是 他是 臨選院長 我之前問你們 請你們提供 你們說這是秘密 不能提供 所以 今天問題是什麼 依照 你們的 會議規則 第三條 你們把它修改成 吳敬明投票 修改成吳敬明排序法 不是啊 這個委員 委員可能有 我剛才想要一直解釋 就是我們要產生三位 那三位是有優先順序的 這個要給總統 怎麼產生三位的投票方式 我們的議事規則 或者組織法都沒有講 所以我們只是 討論怎麼產 有 因為你原來的會議規則是 吳敬明投票 這一次也是吳敬明啊 這次是吳敬明排序法 是有吳敬明 吳敬明 這怎麼顯示三位的 現在變成吳敬明的 討論 盤序法 這個部分 這一次是希望一次就解決 以前是投好幾次嘛 才得到相同的這一種 我們想看到的結果 那我們有一個提議 大家討論 覺得一次投票 這就是你們當時的提案嘛 這是你們當時的提案嘛 對不對 委員可以看這兩個 從原來的 吳敬明投票法 變成 用吳敬明排序方式投票 結果是 這是你們提出來的法律 修正案 對 請問一下院長 請問一下院長 明天就是總統的投票了 今天可以去修改選拔法 然後明天使用嗎 我想這個是不一樣的 怎麼不一樣 因為我們沒有去明文規定 怎麼選出這三位嘛 所以 評議會當然可以 有不同的投票方式 讓這三位產生 產生之後也要有排序啊 委員長 這個不是人講的話 不是我講的 不是說 我講的說 這不是個人 認為是怎樣就是怎樣 對對 不是我的意見 這個是評議會的意見 這個你要看 評議會的會議規則 第十二條 本規則從本院發佈日實施 這是有規定的啊 你修改規則是要發佈以後才能實施啊 那依照中央研究院 組織法第三條 這個法修正了以後 要院長核定 請問一下院長 你什麼時候核定的 我想那個是會議 不過我一直在強調 你中央研究院給我的資料 是4月19號核定的 4月20號報到總農府 你到25號晚上給我的資料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發佈喔 還沒有發佈喔 你就用新的選出來的方式去選出一個新院長 這是不是違法 你違法 因為 這個是 規則第一條 是依照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十條 第四項 這規定定定的 這是法律授權的 這是法律授權的 依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 依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三條 是要有發佈日期 而且發佈日期以後 三天以後才能實施 這是中央法規標準法的 法律授權是這樣 所以今天你們這樣子選出來的一個院長 是不是一個違法的院長 我覺得不是啦 那個不是在修改規則 那個是在修改投票方式 對不對 然後你就這個方式 選出來的院長 然後再用你的去留 去逼著馬總統 趕快去簽定一個違法的 選出來的一個院長 絕對沒有這個 然後你今天的文又講了 說如果我去職的話 要重新要選舉 沒有錯 可是現在的法規有規定 院長是任期制 中央研究院主治法 院長是任期制 新出來的院長 是十月份才能接任院長 可以提前接任嗎 就像一月十六號 蔡英文選出總統 她五月二十號就職 她現在可以接任總統嗎 不可以啊 但是我們沒有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沒有任何規定 可是你發表的這個文章 對外的文章一直在講 如果你的去留 要跟新的院長 把它綁在一起 這就會讓人家感覺到 是在一個做奪權 逼宮的動作 有心人在這樣做 我不一定是講你了 假如有這種想法很抱歉 就外面 所以基本上 中央研究院學術崇高 組織法也是講的 最高的學術研究機關 可是現在外面怎麼講呢 變成一個政治研究機關 就是這樣子 讓中央研究院變成一個污點 讓未來新院長 是一個污點的院長 將來他怎麼去面對社會 將來他怎麼面對立法院 所以這個部分 中央研究院院長 您是院長 中理院務 您又是評議會的議長 評議會這樣子選出來的 一個這樣子出來的東西 外界的觀感是什麼 對中央研究院過去 過去受人家尊敬 現在呢 所以今天 我看到報紙又講 你還要再設三個委員會 那這三個委員會 誰來決定 又是由皮議會來決定 你知道皮議會的執掌 第二條嘛 工作的革新 組織的研究 都是皮議會決定 今天一個院長的選舉 變成這樣子了 皮議會 再來研究什麼革新法 人家可以相信嗎 所以今天 我提出這個問題 我是很誠懇的提出這個問題 我希望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好好的去想一想 不要把中央研究院這一塊招牌 毀在自己手上 謝謝 好 謝謝 不過還是再次強調 這個是怎麼選三位的一個方式而已 好 謝謝 謝謝 好 接著我們請吳思耀委員 好 謝謝主席 有請汪院長 好 院長請 我心中 非常的複雜的情緒 剛剛蔣奶昕委員說 看到你今天 現身了 他覺得很高興 可是我 本習 我一點都高興不起來 我必須非常沉痛的說 上一次 在同樣的場域 在同樣的質詢台 我對您是相對尊重 我也選擇信任的態度 可是 這段時間 耗鼎案的發展 您創下有史以來 第一位 也是唯一一位中研院院長 住所辦公室被搜索 被列為背信貪污的被告 限制出境 事件發展之詞 我非常痛心 我也必須遺憾的說 在這裡 今天 我要完全收回 我對您的尊重跟信任 了解 院長 您創下了 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的惡例 我們今天在立法院 我就先從尊重國會開始講起 三月三十號 您第一次放鳥國會 人在美國 岳陽請辭 不回來被尋 我們教育文化委員會 一致譴責 今天 雖然您出席了 但這也是在社會的壓力下 我們的招委一再的溝通 藍綠立委的批判之下 您今天走著後門 進來今天這個被尋的場域 就尊重國會這一點 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您是用這樣子的無知在尊重國會 院長 我更要說 我今天在這裡 我不談浩鼎案的細節 畢竟偵查不公開 畢竟我們也不以用立委的身份來當作 檢察官當作法官來為審先判 但是 但是 我們在處理一個 我從上一次的質詢 我就在這裡提點您 您的危機處理是失能的 您的政治判斷是失準的 而今天您再一次體現了 您對於整體台灣社會的觀感 是過度的無感 您同意我的說法嗎 我同意 對於您的失能失準跟無感 您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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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懂了 你為什麼要繼續做全民公敵 繼續與台灣多數的民意共識為敵呢 我們今天在立法院 我們再就辭不辭職這件事情 我們來論述清楚 藍綠的立委多數 我想您都看到媒體 多數的藍綠立委 包括我本人 我都認為事件發展至此 您面對司法檢調的調查 嚴重傷害中研院的聲譽 您應該之所進退 立法院藍綠的公式 我要講 你們中研院院內 我想您也從報載看到 李遠哲前院長說 辭職是好事 因為您未來要面對非常多的司法調查 辭職是好事 您覺得辭職是不是好事 這個我會思考啦 你會思考 但你目前認為不辭職是好事 因為你目前認為你不辭職 中研院的內部 也非常多的 第一梯次 許多研究員連署要求要交 倫理委員會來調查 你們現在倫理委員會有調查嗎 有沒有院長 這個我不知道 您不知道 那您根本就失職嘛 沒有這個倫理委員會我不能碰 其實院長是可以自請倫理委員會的調查 你自己去看看內規 到今天為止 你們的倫理委員會調查了 號頂案沒有 您個人是不是涉及一些違反利益迴避 的問題 調查了沒有 這個我本來就有講說要調查 但是 有沒有 從三月底 對不起 被周刊爆料是三月中到現在 你們的倫理委員會到現在是沒有啟動調查 沒有 您在這裡說不知道那您就失職 您現在還是中研院的院長 所以我要請副院長 周研院的好 副院長請回答 倫理委員會調查了沒 有沒有申請要調查 倫理委員會的規定是要接到檢舉 你們這麼多周研院的研究員連署了那個不叫檢舉啊 我們事實上秘書長已經對媒體說過好幾次 需要檢舉 我覺得他們應該來檢舉 好 所以 事件鬧到這樣 那你們的倫理委員會是怎麼樣 跟 不只是汪院長對社會觀感無感啊 整個中研院對社會觀感都無感至此 你們的倫理委員會廢了算了 社會質疑這麼多 您在這裡還說 要具體收到檢舉再開會 天啊中研院淪喪至此啊 中研院內部 也非常多人這幾天 你們的院士們也再次都說 真的院長不要再傷害中研院了 就請辭吧 你聽不 我在說你為什麼跟社會為敵 民主進步黨 也公佈了 對外正式公開 我們認為汪院長 已不適合繼續擔任院長一職 應該儘速辭去院長職務 讓中研院快速的回復正常的運作 民主進步黨的聲明 你也聽不 你也看不 中國國民黨黨中央措辭更強硬 強烈建議汪啟會院長 應即刻即刻請辭下台 誠實接受司法調查 中國國民黨的說法 我們來看看 你都不理民進黨怎麼說 不理國民黨怎麼說 不理朝野的立委 你總要理理你的主子吧 馬英九總統 你打臉了總統啊 總統說 汪院長的決定顯然與社會期待 有落差 請您再慎重考慮 我其實不明白 馬總統為什麼這麼軟趴趴 他可以本於他的職責 他認為如果你不適任 他就應該處理 總統這樣說 你也聽不懂 未來的準總統 蔡英文準總統 他早在4月6號 他也非常沉痛的說 汪院長對中研院的形象 已經造成相當的傷害 為了維護中研院的聲譽 他認為您應該思考 是否繼續擔任中研院院長 而當時您已經 請向馬總統請辭 所以蔡英文準總統的 說法也是 既然汪院長已經辭職 那就尊重你的決定 這是蔡英文總統 準總統的 說法跟建議 您也聽不懂嗎 我聽得懂啦 這是 你聽得懂那你為什麼 繼續選擇跟社會多數的民意為敵呢 我覺得對我不公平 對你不公平您就應該好好利用您有限的時間 您全副的心力投入司法的調查 全力來捍衛你的清白 這個不是辭職可以了斷的 院長 我要捍衛中研院的聲譽 我真的認為 你意思是已經遭到底了不會再遭了 天啊 中研院的聲譽真的是千瘡百孔 我想不是這樣 很多的報導對我不公平 所以我必須要 您絕對可以面對司法 在司法之前 您可以清楚的去 為自己的清白而捍衛 我今天要說院長 做好做滿 顯然在您身上不適用 因為 你做不好你同意嗎 但你還是要堅持做滿 因為第一個 你做不好 所以社會有這麼多的民意要求 您應該辭職下台 那我直接論述 我認為即使你堅持到最後一刻 你堅持要做滿 但你也做不好 中研院院長這個職務 我沒有堅持要做滿 那您堅持不辭職是怎麼一回事 請假不請辭 而今天總統也不准你假了 院長我們來分析 我們來盤點一下 我為什麼認為你即使做滿 你也做不好 未來任期的中研院院長 第一 你要耗費多少的心力在 處理 耗鼎案的司法調查 於公於私 我也是一個有疼心的人 院長 您當初月陽請辭的時候 因為您說您身心靈遭受很大的壓力 醫生說你不堪負荷 你應該休息 我相信現在開始您面臨的壓力 這段時間都遠遠大於您人還在海外的時候 烈身心靈 有辦法負荷嗎 您今天連要到立法院備詢您都說心力焦脆心力俱疲啊 我以前 你好好的 你突然強壯起來 以前我不知道這些事情的詳細 現在我去了解之後 我是不一樣的想法了 不一樣的想法是 您要繼續把中研院的聲譽 跟你個人的官司綁在一起 然後一起打趴 一起玩玩 我想支持我的人很多啦 院長支持你的人有多少 我拿民調數字給你看 在你都還沒有被列為被告前 3月30號 電視台的民調 就已經高達5成2認為您應該辭職 那時候還沒有被搜索 還沒有列為被告 另外一個網路民調同樣的時間 都在3月底 浩鼎案才剛剛爆發的時候 高達8成6認為您應該辭職 包括3成1是即刻辭職 5成5是釐清浩鼎案之後還是要辭職 假如媒體講的這些都是事實的話 應該是百分之百我馬上就要辭職了 院長 所以我說 科學家的思考真的和常人不一樣到這個程度嗎 我最後一句話院長 當您沒有辦法獨善其身的時候 您如何奸善天下 當您個人陷入一個司法檢調的泥泥 您的清白需要您個人極力去捍衛跟聲張的時候 您如何來縱理中研院的願務 更何況未來中研院要進行非常多制度面的改革 就利益輸送就記轉的相關法制化 所以我說您沒有辦法獨善其身 很遺憾 我認為您也沒有辦法奸善天下 來繼續領導中研院 您已喪失了這樣子的一個社會公信力 我非常沉痛 我最後說 我認為不要再與社會為敵 不要繼續對社會的觀感如此無感 您的政治判斷不可以繼續施准 您的危機處理也不要繼續失能到這樣的程度 但很遺憾你剛剛說 再壞也不會再壞下去了 真的很遺憾 很痛心我們的中研院的院長 在國會背訓台上是這樣子的回覆 謝謝 好 了解 好 我們接著請何欣存委員 謝謝主席 大家好 院長我先讓你喝口水 剛剛我們無事要委員問了很多個問題 我覺得你等一下要一一的 我給你時間說清楚 但是要請你上 質詢台之前 我個人剛剛對吳智陽委員的這個質詢 的內容 非常的不以為然 當然我們希望汪院長要好好的面對司法 要好好的說清楚講明白 要對國人交代 但是 是 剛剛 吳委員所講的 指涉 蔡英文總統 的胸姐 我還是必須再說一次 當初蔡英文總統的胸姐在投資浩鼎的時候 那個時候 一來浩鼎都要不要啦 那當時候 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 第一時間 我再把它唸一次 蔡英文家族 一年內 出清浩鼎的股票 而且為釐清外界的疑慮 也希望透過 我們國內的修法 讓未來的法令更完備 來做規範 包括總統總統當選人的家人親屬 現有的投資的公開及管理 將來投資的限制 他們通通都願意公開透明 而且呢建議要修法來完善 以為依據 所以第一點 請不要指涉蔡英文總統的家屬 好像呢也陷入了今天的這樣子的泥沼裡面 第二個 今天國民黨這陣子的表現好像真的是 一堆再堪堪來堪跪去 好像要再創造另外一個宇昌案 不是只有蔡振元 不是只有 剛剛的吳委員 還有呢吳敦一副總統 吳敦一副總統講什麼 汪其慧是蔡英文的親密戰鬥伙伴 這個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樣來的 反正大家對吳敦一副總統的印象也不太好 對他的說法 台灣人民大概也不太相信 但是我們還是必須要慎重的講 蔡英文總統任黨魁後 與翁其慧無私人往來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先講清楚 不要一堪再堪堪跌了 好像要把整個 這個原來現在是司法的問題 要把政治問題或細膩或在一起 要有另外一個政治抹黑的版本出現 我覺得這個要說清楚 那來我們先請王院長 謝謝發言人 何委員好 王院長 剛剛我們無私要委員問了你很多 說你為什麼不請辭 你說情況再遭也就是這樣子 那你覺得你不請辭呢是要捍衛喔 尤其你的聲明稿裡面 不是啊不是啊 我一直我一開始就講 來你說你忍辱負重 不辭職來 這個四個字你解釋一下吧 我一開始就講了我不知道 無私要委員是不是在場啦 我一開始是說 專業院長辭職 他是有行政程序要走啦 我的理解 非常簡單的認知就是要啟動評議會嘛 那我的認知是 我們評議會已經啟動了 雖然那個不是因為我辭職而啟動的 而且選出了新的院長 我不希望看到因為我的辭職 再次啟動這個評議會 因為有人已經在講了嘛 然後再去選出新的三位候選人 那這個整個流程大概要半年一年嘛 所以我在想的就是 既然都已經選出來了 假如能夠確定的話我就卸任 只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想法 並沒有想到政治想到黨派什麼的 非常簡單的就是依照我們的 現有的規定 我在擔心的是那個 並不是我見面職位或者有其他任何的想法啦 媒體說你不辭職是在跟馬英九鬥法是嗎 沒有啦我沒有想那麼多 所以我說很多的報導我覺得 對馬總統也不公平 對我也不公平 那對蔡英文主席 就是下一任的總統也很不公平 那 譬如說剛才講的這一些什麼 都綁在一起什麼的 我從來沒有去想到這個 我想投資生技產業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那假如說我們能夠在這個利益衝突的規範做得更好的話 我們才有將來啦 要不然沒有人再敢碰這一些 創新的這個產業 所以你的出發點 都是為了國家生技產業的發展 都是為了這個整個中研院院長的一個制度 不是為了你個人 我辭職的話真的是有一個行政程序要走 那這個是我的認知啦 所以這個就是你的聲明稿裡面說的忍辱負重嗎 的原因 我真的不明白 這樣子對你來講是忍辱負重嗎 可能委員跟我的想法是不太一樣 不過我的想法是非常單純 院長 不是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樣 是現在您的想法跟全台灣社會的想法不太一樣 我們科學家本來就不正常的嘛 原長你這樣子回答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問下去 你說科學家的思考邏輯本來就跟 一般的社會大眾的思考邏輯不一樣不正常 我們科學家一個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求真理 求真理 那不會講 就是一定根據事實講話 事實多少講多少話 不會製造 不會製造這個 沒有 沒有能夠驗證的這一些話題 可是上次你來教委會 對 為了耗底難來做報告的時候 你有本著你科學家你剛剛所講的這樣子的一個 我講過的都是很老實的話 我從來過 都是很老實的話 對對 都是求真 當然喔 那請問一下 科學家本來就這樣 科學家本來就這樣 比如說我解盲之後講的話 我今天還是講這個話 那你再講一次 我說 這一個臨床試驗的結果 假如用傳統藥物像化療這種方式來看的話 它是沒有達標 但是它是一個疫苗 所以如果從疫苗的角度來看的話 有免疫反應的病人 是有顯著的療效 我只是講這個 這個就是 政績在講話 可是院長 對對 你講這一段話的現在這個當下 跟當時你講那段話的那個當下 是完全不同的時空背景 那我們科學家沒有沒有在想 上一次你講這一段話的時候呢 是浩鼎的股票呢 高跌下來 所以這個就是科學家的不一樣 今天你講這一段話的時候 對我們台灣社會 對所有的股民來講 你今天講這一段話呢 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浩鼎的股票也已經被看衰了 股民也已經被坑殺了 所以這個就是院長 我給你這一次機會再講一次 我只要告訴你 雖然你科學家的想法 跟一般社會大眾的想法 不一樣 可能啊 你剛剛講的科學家可能就不太正常 科學家就是有社會責任 但是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是在於院長 我剛剛在講 你這一段話在當時候 上一次講的時候 是對整個社會 影響很大 甚至在那一個當下 浩鼎公司的股票 從高往下跌 所有的股民被坑殺 你那一段話所發揮的影響力之大 也是這一次讓你陷入泥沼的原因之一耶 院長 這個我不管 這個你不管 我講的就是 不管什麼時候 我還是要講這種話 假如 我是被動的喔 我是被動被問 這個代表什麼意義 當一個科學家 當然有他的社會責任 他有責任去講真正的 這個事情 因為我是這一方面研究的相當久的 所以我很了解這個內容 院長我們都尊重你的專業啦 也尊重你的發言啦 但是我還是必須再提醒 如果你科學家的精神是要求真講真話 那為什麼之前 我不是認為股票市場是因為我這一句話 你沒有說出你女兒要耗鼎的股票呢 我想那個在美國的情況跟台灣是不太一樣 在美國的話 院長你今天回來是當台灣中華民國的中 院院長不是美國嗎 所以我道歉 我道歉那個時候沒有講出來 但是成年子女的財務狀況 在其他國家 尤其在美國 可是成年子女的財務狀況 在其他國家 你說是獨立的 可是成年子女 你的女兒的股票 是你在操作的 我沒有在操作啦 買賣都你買賣到不是 他授權父母 對啊 怎麼叫 所以院長你的邏輯 真的跟一般社會大眾 真的是脫離啊 操作的用字 在我的理解是不一樣 你是走在雲町 走在台灣這批土地面上嗎 沒有 我是覺得有落差啦 你覺得有落差 所以你覺得 對你不公平嗎 對不對 所以你剛剛回 無事業委員說 你覺得如果 辭職對你不公平嗎 你剛剛有講這句話嗎 那我給你一個做公平的機會 不是 我不是說對我不公平 我不真的不不見面這個職位 我本來就沒有興趣做行政職嘛 我是做研究的科學家 我說不是不公平 我說院長辭職 在我們專業院的規定裡頭 是有一個程序 我擔心那個程序一走的話 就是相當攏長 而且太太複雜了 人事也引起相當大的動盪 非常簡單的想法 並不是說我不離開 越早離開當然越好啊 剛剛 越早離開當然越好啊 那為什麼不辭職咧 我已經解釋過了 院長 希望委員能夠了解 好好看我們的這個 我們真的一點都不了解 你的思考邏輯到底是什麼 因為脫離我們的社會的期待 跟脫離社會一般大眾的一個思考邏輯 真的是差距甚遠 有一些事情在走在前端 或者有一些思考是不一樣的 當然跟社會主流會有落差 所以你認為你是先知嗎 需要時間溝通嘛 需要時間有耐性的互相溝通 並不是社會的輿論不一定是對的 但是有一些事情 你必須要有耐性的好好去面對 去溝通 所以你現在的這樣子的一個階段 跟決定不辭職 也就是可以這麼說啦 你就是要耐著性質 跟社會大眾來對話 來讓社會大眾來知道 事情的所有真相 這樣子對你才公平 我可以這樣子講 因為我走過好幾段類似的 第一個就是雨昌案 第二個就是生計條例 最近呢就是202 國家生計園區 現在就是浩亭案 我都走過這一些路程 我看過我親身經驗過 有一些是誤解 有一些是需要溝通 我們社會才能夠進步嘛 所以我的心情只是那樣子 非常簡單的 即使現在司法已經把你起訴 你的心情還是這樣子 一樣的 只不過這一次是針對我個人 所以我可能負擔的壓力更大 但是但是你剛剛你說 你對得起你自己的良心 當然 所以你勇敢面對司法 你也相信司法會還你清白 對 我佩服你 但是呢我還是希望院長 科學家的思考邏輯 科學家有社會責任 科學家的思考邏輯 還是要兼顧社會大眾 一般的期待跟思考邏輯 可以嗎 這個是我的弱點 很對不起 謝謝 院長體力還可以嗎 體力還可以吧 好那我們在柯智文委員質詢之後 我們休息五分鐘好不好 柯智文委員質詢後 我們休息五分鐘 我們現在請黃國書委員 好謝謝主席 請翁院長 我看你今天的狀況比上一次還好啊 坑腔有力的回答啊 那為什麼 有一點生氣啊 生氣 不是坑腔有力 生氣有什麼關係 不是坑腔有力 生氣有什麼關係 距離力爭啊 對不對 我們都 願意看到你為你的真理 為你的清白奮戰到底 那沒有什麼關係 你該生氣你就生氣啊 喔 但我是比較 比較疑問的 你本來不是說不來了嗎 怎麼早上又跑來啦 我本來是以為要 執行我們這個 我以為大院都知道 我已經被調查 所以大概不會再問浩鼎 相當的事情 假如是制度面的話 我就會請這個 王萬聖副院長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今天陳學勝還是要排你來 針對浩鼎案的二度報告 後來瞭解我就尊重 我跟陳趙偉有通過電話 那我就趕來 好啦沒關係啦 回來就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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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家可以不用太注意社會的觀感 科學家在我們立法院備詢 我們都會尊重 這沒有問題 但是沒有代表科學家 可以不用遵守中華民國的法律吧 對 對吧 那 法律的問題啊 也不是說我們在教育文化委員會 說了算了 現在檢調在調查嘛 司法已經在偵辦 你現在的司法身份是列被告 限制出境 對不對 對 院長 這個可能 你當時回來台灣的時候 可能你也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 是不是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 那你現在知道 你為什麼會列被告跟限制出境嗎 你知不知道原因 這個就關鍵了 我不是很知道 但是很多指控嘛 那個 從內線交易到操弄股票到賤賣 中華人權有技術 貪污 然後 反正我也數不完 所以我必須面對 主犯不及被宅就對了 你也數不完 好 那你覺得 現在司法在偵辦你啦 這一次的罪名是貪污啊 天啊 貪污是很重的罪耶 十年以上耶 這不是開玩笑耶 我絕對不能接受 好 背信 我也不能接受 背信 五年以上耶 這個都很重的罪耶 好 是您第一件署在 針對 浩鼎案在進行搜索了 那也指出了 黃院長2010年2014年 你主導中研院的決策 低價把乳癌心藥技術移轉給浩鼎 這個損及中研院及國家的利益 涉及背信 這個罪名你接受嗎 我不接受 好那你澄清 我給你機會澄清 我想 那你要了解嘛 了解用你來澄清嘛 來給你澄清 我想我們這時候有記轉 就是由科技基本法的這個精神 而制定的 我們做研究的 用政府的經費 假如沒有記轉的話 你怎麼能夠造福人類呢 所以記轉是一個機制 用我們的政府的經費資助的研究 成果把它商業化 沒有商業化的話還是 還是只是自己 為了自己做了研究自己的興趣 你還是在浪費國家的錢嘛 所以你認為 整個中研院記轉的過程 我覺得是我們 你覺得絕對沒有背信 沒有 而且我們記轉的這些法規 都走在全國的前面 我願意相信你喔 你確定喔 確定 好 你不要到時候出來 哇 真的背信啊 哇 呼嚨我們 就好像你本來不來了 現在又來了 好 那我再問了 這個決策跟銀燕良 轉讓3000張股票 給翁玉秀 就是你的女兒 這個 會有 對價的關係 這個可能涉及貪污 這個是檢調的說法喔 好 我不承認 那這個 你接不接受 我不接受 那你說明 我想那個 之所以有 銀燕良轉讓3000張股票給翁玉秀 就是你女兒的時候 跟你 把中研院的記轉給浩頂這個公司 有沒有對價關係 沒有啦 沒有 我想這樣子 因為我是Optimate的科技創辦人嘛 所以 浩頂成立的時候 我當然是 這個是張念慈董事長的講法 他們認為 我還是有這種創辦人的這種 那個 身分嘛 所以 值得去認領這個 認購這個 那個是我 我的錢啊 怎麼 跟誰有對價關係 你的記性好不好 蛤 你的記性好不好 你要記得 你講過的每一句話 過去所做的每一個事情 都 都 都要 接受檢驗的喔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都會相信你喔 對對對 但是那個股票的來源是 Optima 把以前那個 授權給浩頂這個乳癌疫苗 而得到的 所以這個乳癌疫苗 其實不是台灣的 也不是中研究院計轉而來的 那我再問 這是Optima的 那那個時候釋放出來之後 才有這一些股票嘛 那殷野娘先生 他是 先把他全部買下來 再用同樣的價錢 再分配出去 再分配給人家認過 那我 我其實不知道這一些過程 是張念慈 來跟我講 所以 我是 那個 那個 因為科技專判人的身份 所以可以 三位 三位創辦人 都可以有這三百萬股的這個 好 關鍵 翁育長 這裡很關鍵喔 銀眼糧 轉上三千張股票 給你女兒 翁育秀的時候 翁育秀 他的資金從哪裡來 這我講過 這是我們的錢啊 好 那你可不可以跟檢調 拿出你的金流的證明 你又拿出來喔 你如果沒有拿出來 這裡頭會有很大的問題喔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律師都已經準備 你確定喔 你確定 你跟你女兒之間有金流 本來我就是被要求要拿這些嘛 再來 接下來 已經在偵查 好接下來就這個問題 對對 我再問你一次 浩鼎所有的股票 你沒有任何名下持股 這個我不知道 我上一次在歸 沒有你的名義的持股嘛 那我再請問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 絕對沒有 我再問一次喔 你有沒有透過其他人的名義持股 我再問一次 我上一次已經回答了 我以前有資金給 你上次回答是有可能嘛 對對對 這有可能 但是已經過了一個禮拜了 這個 這個是不是委員 你應該去瞭解 你跟 這個有進一步瞭解了 好啊瞭解 那個 你跟浩鼎的股東之間 可能有金流 可能是很早以前 但是 這些跟你有金流對象的股東 他可能 暗中幫你持股了 那關鍵在於 他們暗中幫你持股 你知不知情 我是這一些 你知不知情 這關鍵啦 我不知情啦 你不知情 但是 我後來了解 我這一些都是財務上都是非常乾淨的 好 所以院長 這個都要非常非常謹慎 包括你在解盲之後的發言 如果現在事件再重來一次 你還會像上次這樣子的發言嗎 當然 還是這樣子講 當然 好 那個是科學嘛 科學的根據就是 你怎麼科學 今天跟明天就不一樣 但是那樣子的發言的結果 就是會讓人家覺得 跟浩鼎公司之間 會不會有不當利益的連結 因為你的身分是中研院的院長 而不是只是單純的科學家 所以這一支 然後又被來認為是坑殺散戶的兇手 好 這個我已經道歉 但是我不是主動發言 我了解 我了解 你已經道歉了 對對對 這個事實 跟你之間的 這個連結 有沒有犯罪的關係 這個就檢調他們要查的 我沒有去想那麼多啦 你沒有想那麼多 可能你在不知不覺當中 你可能就觸犯了相關的法律了 我現在要跟奧委員長你說明 浩鼎公公公公��的股票 經過這麼瘋瘋瘋誼 昨天 漲停 這我不知道 對啊 昨天漲停 我就跟你說 昨天啊 齁齁齁 借券空方的事例 照樣凶猛 昨天喔 什麼叫 很凶猛啦 沒關係啦,金管會來來來,那個王副局長他知道啦,他就知道啦,我來問王副局長啦 之前借券的利息啊,0.01% 很少 昨天,這個太不尋常啦 昨天有45張借券啦 8.5%有155張20% 有85張20%90張 9% 這個尋不尋常 尋不尋常 委員報告,我們有去了解喔,那因為昨天是那個號鼎那個 最後交易日,就是昨天最後一天 買進的股票才能去出席股東會 那所以呢,有大量 所以 之前有一些借券 就是出借 出借人,把券拿出來借的人,他把券呢 摳回去了 他希望把券拿回來,然後希望能夠去參與股東會 你看啦 所以呢,昨天的借券費呢,有比較高 好,那至於之前的0.0,我們其實儘管會有發出一個澄清稿 那是因為有一些借券人,他們沒有 他們申報的那個費率呢 可能不是實際真正的費率,那結果我們了解大概 平常大概到6%到8%之間 好 6月26號 是號鼎的股東大會 很清楚的 在爭奪號鼎的股權 那到底是什麼勢力 即便號鼎啊,因為這幾次的事件 引起社會高度爭議 可是我們還可以看到 空方還是不斷的在收集股權 之前7000多張,現在還在增加 這太不尋常了 我們立法院當然要求翁院長就他個人 有沒有涉及利益迴避的問題 有沒有內信交易的問題 同樣的我們也要求金管會要介入調查 我不知道這段時間你們查出來的沒有 這太不尋常了 空方的勢力一直想要藉由號鼎案的事件擴大 然後賣空 賣空 獲取高額利益 這個勢力我們不能不觀察不關注啊 金管會你們現在查 到底空方的勢力 到底是哪些人 哪一些勢力 哪一些公司 你們要去了解 報告委員這個相關 異常交易我們已經在進入調查 然後呢相關資料也會 請檢調單位來參考 這個一定要查 可不可以把你們查的結果 一樣交給檢調單位 要進行必要的調查 讓整個事件啊 到底背後是誰在操控 我看翁院長啊 你有可能也是被人家操控的一個棋子 科學家是很容易被騙的你知道嗎 好以上謝謝 謝謝 我們接著請蘇巧惠委員 主席我們請汪院長 蘇委員好 汪院長好 汪院長剛剛聽了這麼多的答詢喔 我想您一直有一個態度就是說 你是科學家 跟大家的想法 跟社會大眾的想法也許不一樣 但是我在這裡想要先提醒汪院長 就是雖然你是個非常傑出優秀的科學家 不過在你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這一天起 其實就不只是一個科學家 了解 畢竟大家現在對你的要求 其實是以一個中研院院長的身份 您要處理的事物有相當的多 因此在今天我們大家所質疑的 應該也是您在處理這一次的風暴 所展現出來的態度 我想這一點是我們必須提醒汪院長 不能夠質疑科學家的身份 在這裡做答詢 了解 那我想今天各位委員也已經問了這麼多 尤其這已經是舊本案的第二次的這個會議 那可以問的可以說的其實大家也都說的差不多 尤其是現在也已經進入了司法調查的部分 有很多事情委員長也已經開頭就已經說了 不適合在今天這裡做公開再次的說明 那麼我想我能夠在這裡做的 尤其是我們並沒有完整的司法調查權 在這樣的狀況 一個立法委員我在這裡我也想展現的是 我個人的態度 我認為 問院長這次在處理事件的態度上面 有幾個部分確實是讓我們所質疑的 第一個是從該來不該來今天的會議 這件事情的反覆上面 我們就有所質疑 例如 在這會期以來喔 你一共提出了三次 第一次是請假說是人在國外 第二次的話你是有來到這裡 還說會詳實提供各種資料 第三次說不準 第三次是昨天啦 說請假啊總統不準 但最後您還是出現在這裡 我想該來不該來 這是一個態度的展現 其實呢 平心而論很多政務官會不喜歡站在這裡 畢竟要面對每一個立委 這都是頂尖的委員們 站在這裡背詢對大家來講都是壓力 但是如果要能夠讓社會知道事情的真相 讓國會能夠質詢監督的角度 以及委員長您個人要捍衛清白 如果是我我想沒有第二種答案 今天就是該來 我想這是第一個態度我和院長可能不太一樣的地方 第二個的話我想 就大家今天的主軸都是 問院長您該辭還是不該辭 呃 其實問院長就辭不辭職這件事情的態度 也已經有過幾番的轉折 在前面委員的詢問當中 您甚至對心境也已經向大家做了說明 我相信你說 這是你人身上從未受到名譽嚴峻的挑戰 並且累積了中研院以及家人 因此你才會有這樣的轉折 你現在認為你是忍辱負重站在這裡 可是 我想是這樣啦 其實該不該辭職 只有問院長心裡清楚 你今天可以不辭職 認為是你是清白的 要捍衛中研院的名譽 甚至是這個人事的重大更迭 所以你忍辱負重站在這裡 奮戰到底 這是一種態度 但如果你心中坦蕩明白 你認為我辭職 就是靜候司法的調查 這也是另一種態度的展現 這完全取決於 汪院長個人 您的選擇 但如果是我 可能今天也會和你做出 不一樣的選擇 那我想為什麼 社會大眾及我們 不管是朝野藍綠的立委 都認為汪院長這邊 其實應該要做出和現在不同的選擇 我想最大的原因其實是 坦白講我們對院長 已經沒有辦法有完全的信心 因為當檢方將院長列為 貪污之罪條例的被告 並且限制出信的時候 我想對本案不瞭解的人 要幫院長辯護其實很難 那尤其是現在你寫信給馬總統 提出的理由又不辭職 是跟大家跟社會的預期有很大的落差 這個連要幫你辯護的人 我覺得都非常難 不要說從第一次我們就認為 沃院長應該要坦蕩面對 甚至應該用辭職來展示態度 到今天我相信全體的委員 認為沃院長應該做另外一種選擇 幾乎已經是共識 所以我在這裡本席在這裡 是再一次的說明我們的態度 希望沃院長能夠有不同的選擇 這是我們的態度 我在這裡再次的聲明 那其實本席在最後 因為大家該講的已經說了非常的多 我實在是覺得今天 我們再次的召開這個會議 能夠有進一步的突破相當的有限 那我想說的是我個人的感想 就這一次的事件來講 未來的結果會有非常多不同的可能 有可能是沃院長根本無罪 你剛剛說過你已經經歷過了四次的風暴 這是第四次了 所以你親身能夠經歷也知道 你現在為什麼做了這樣的選擇 那如果未來證明沃院長是無罪的 那今天的輿論將會是明天最令人沒有辦法接受的狀況 也是最可笑的理由 但反之如果 沃院長 這邊的審判的結果 是不如您的預期而是有罪的 我想到時候你現在的選擇 只會增加到時候的踏法 但本席在這裡 只是很沉痛的想聲明 不管是哪一種選擇 我相信本案 對沃院長您個人 對國家對產業其實都已經造成了傷害 這實在是非常的遺憾 所以我在這裡聲明的是我的態度 我相信這也是很多社會大眾 現在對沃院長對本案的心情 我們都抱著一種遺憾的態度 那希望沃院長在未來的時間裡 能夠對社會大眾接觸更多更清楚的事情 讓國家發展能夠更好 身體產業發展能夠更好 謝謝沃院長 這個委員這個我很了解 只不過剛才你忘了講 有一點我一再提醒的就是 中央研究院院長實質 他有一定的程序 就是要啟動臨時評議會選新院長 那個我是最擔心那一個 沒有其他沒有沒有去留的這個問題 委員長其實剛剛幾位委員 就是正在就這件事情進行討論 我相信在這個 條例的規定裡面其實有很清楚 確實是要經過評議程序 然後才選出委員 選出新院長 我們現在的階段 其實是因為您過去的任期已經不到一年 所以我們啟動了一個機制 產生了評議委員會 然後選出了委員 等待總統的圈選 這是一個程序 但如果您的主張應該是 你今天如果辭職 那會是一個新的理由 以至於產生一套新的程序 那是不是這個新的評議委員 以至於他們不同的人選 會圈出了新的不同的人選 這個假如釐清的話 我的去留就非常清楚 跟院長說明 我們多數的委員會認為 法條規則裡面 並沒有像院長您說的 一定必須啟動 另一套另一次程序 這樣的機制 第一沒有規定 這個我們有法律所 所以我其實是從法律的角度 來了解這個問題 才會跟我提醒這個機制 那的確 我們內部也產生很多很多的 這個紛擾了 所以我是希望中央醫院能夠穩定 並不是我自己見面什麼職位 能夠越快離開 我當然是覺得 也好趕快去處理我個人的這一些事情 所以這個假如委員能夠幫忙 釐清我們這個制度面的問題的話 我都願意配合 我都願意配合 我們也了解院長的想法 畢竟院長從剛剛早上到現在 這也說過相當多了 但我也想跟院長這邊討論 第一我們這麼多專家學者 也有認為的是 第一沒有清楚的規定 第二如果上一次的評議委員會 是公正客觀的 那麼我們相信 現在選出來的人選已經是最好的 那即便再一次的召開 評議委員會 選出來的人選應該也是這三位啊 人選應該不會改變啊 這個不知道 評議委員會不會打也不知道 那我想如果 我們今天的爭執點是 院長該不該辭職 而院長要不要辭職其實是卡在這裡的話 那我相信其實今天 中研院這裡副院長 現在是代理院長嘛 其實可以更快來解決這件事情啊 那可以把讓社會的紛爭減到最低 這未常不是一件好事 好謝謝 謝謝 我們接著請 鄭麗君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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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麗君委員忙著要入歌喔 你就跳過一次喔 準備備詢 我們現在請柯智恩委員 準備備詢 準備備詢 主席好我們請翁院長 院長請 院長好先叹一口氣喔 沒想到我們在這個地方又碰面了 你知道第一次跟你質詢完之後呢 我們大概藍綠委員都被這個 這個台灣社會的輿論給炮轟啊 大家都認為對你太理喻啊 往往都是高高舉起滴滴放下啊 所以你會感受到今天大家對你的這個 的火力應該是比第一次感受到 比較更深刻一點喔 其實院長 雖然在司法上面喔 我們不應該為審先判 但是呢我們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整個道德層面 或是整個的形象層面 你覺得你對得起 中央研究院院長這個角色嗎 我自己的事情 牽連到整個中央研究院 我是覺得中央研究院的同仁的 都是默默的在做研究 我完全同意嘛 所以今天是為了中央研院的聲譽 而正在這個地方接受我們的背雪嘛 是不是 好那其實為什麼大家對你辭不辭職 其實有非常大的一個質疑喔 我們應該話說在我們三月的時候 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曾經岳陽跟我們的馬總統請辭 那時候你的理由是因為壓力太大 不是不是我我寫得很清楚齁 我那個時候也講得很清楚 就是 這個突如其來的事情嘛 然後我沒有辦法 即時為應 對 但是那個時候 你說出了辭職這兩個字嘛 只是我們馬總統沒有允許 所以那個時候在很多狀況還沒有發生 你就說出了辭職這個字 現在你已經被列為被告了 但是呢你卻還是不要辭職 就是因為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又接手 因為中央研院新的院長 有一些評議的程序要去啟動 所以你認為你這個時候不能夠辭 可是在三月的時候呢 卻為一些事情你就辭 就是辭與不辭當中 都是由你特別來講出來 所以我們特別要問 你認為被告的壓力大 還是被巡的壓力大 我的心情是一樣的啦 假如我自己知道我做了什麼事情 外面發生什麼事 我的心情都是一樣 我了解 對我可以看得出來 你的整個表情其實沒有太大的一個變化 但心情可能很澎湃了啦 但我剛剛只是特別提到 在大家認為你不該辭的時候你辭 現在認為你該辭的時候你卻不辭 所以這個東西的一個誤差 就會讓我們大家對於你到底 不辭的後面的動機到底是什麼 就會引起一些很多的揣測 這個我了解 是 那我還是要問一下 因為上一次院長你還記得 我上次是第一個質詢你的 你記得我那時候問你的問題是什麼嗎 我不記得了對不起 不記得我幫你回憶一下 上次我特別問你說 至於女兒的股票跟這個部分 你有沒有向我們台灣的國稅局來做申報 然後你告訴我說你要回去了解一下 那院長你了解了嗎 有 那律師有在處理 那有在處理那處理也怎麼樣 我想說有跟國稅局聯絡了 好 那院長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因為我上次問了你 你說你要回去處理嘛 所以你現在請律師來這方面做一個 做一個部分嘛 因為我們上次有特別提到了 不管你是美國籍或是中華民國國籍 基本上你要在40天之內去做 好 那我是不是可以請問院長 你上次也特別提到的 在美國我們大概有五百萬多的這個Limit 對不對 就是我關於這個Lifetime的exclusion嘛 對 這個部分 那請問你 你有沒有跟美國的IRS申報709FON 這個有啊 這個 這個假如是在那個 免稅額度內 每年都有一個免稅額度 是啊 但是院長 你如果能夠跟美國 提出你這個IRS的FON的話 某種程度對你是有利的 你有沒有辦法提得出來 這我要去看一下 你一定要去看一下為什麼 因為你提 可是這個就很奇怪 你的印象中 你有跟美國提出這樣子的一個申報嗎 不是 這個假如是在免稅額度內 你不用申報 是這樣子嗎 對對對 基本上面你看 院長我們就這樣就覺得非常奇怪 你為什麼可以跟美國的這個這個地方 IRS裡面 你剛剛說709你要去瞭解一下 如果你可以提得出來的話 你在講的是那個 終身的正義 我沒有我在講說你有沒有跟美國申報你這個正義的這個部分 假如免稅額度內不必啊 不必申報 基本上我們就認為說你在台灣沒有做這樣的一個申報 某種程度上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台灣也是一樣 台灣是 我的了解啦 就是超過這個額度就要申報 但是你並沒有嘛 所以你剛剛是說你在 沒有超過 沒有超過的話就沒有這個所謂 10% 這是我後來才知道台灣 的正義稅 超過一個額度就是10% 我了解啊 美國是44% 但是院長我這個東西還是要請你特別提出來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現在看下面一個一個很大的一個數據 我們的 這個我想委員這個都是在調查中啦 所以我也不便再做仔細的回應 我們知道裁判的申報是非常的一個繁瑣啦 但院長我要特別提醒你一件事情 這個都已經在處理了 是 我還是要特別提醒 我還是要特別澄清一下 媒體的報導你在2013年5月的時候 你在台灣有購物大概是有6千多萬嘛 大概有6 大概有6千多萬 那個大部分的錢是我美國的錢 是 但是基本上面呢 我們卻沒有辦法從你的這個財產的申報裡面 追蹤資金的流向沒有辦法看得出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再來看 你怎麼追蹤呢 這個東西我們先把這個東西我們再澄清來 好院長你可以看一下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這個就是我們所調出來的這個東西在 201 這是我們所看到出來的 這邊有可以看到 2013年9月26號的時候呢 你在美國購物的時候大概有70萬 那但是你卻沒有辦法從我們財產申報當中 看得出你這個流向 而且呢 又沒有做誠實的申報 因為我們現在所看到這個是2015年12月25日的時候 你卻沒有申報在2013年9月26號 在美國所買的70萬的房產 並沒有 這地方並沒有 所以你漏報了院長 這不是我的名下嘛 好那如果說不是你的名下 我們在2013年9月26號同一天 這個院長的女兒在美國加州也購進了85萬 這個部分 這兩戶的房子我們特別要提醒一下 都是在9月26號 這是因為那個美國Optima 在2012、2013之間 被這個MARK買走嘛 所以我是創辦人啊 所以所有的股票就會處理 我了解 可是院長 那個是有申報 在監察院有申報 9月26號同樣有兩幣房產的這樣一個部分 你不覺得日子蠻巧的嗎 沒有 就是 我說就是因為Optima的股份的處理 那這個經手人是您 是您太太或是女 是你 翁太太 還是誰 這個東西 其實某種程度 前財產最後那個 因為沒有 沒有這一些 稀疏的地方 所以最後我又列出來 喔 院長這個部分呢 我們還是有待 於來澄清 那個房子不是我的名下 我為什麼要在這裡申報呢 沒有啦 因為 很多時候 所以說兩個都在你女兒的名下就對了 對啊 兩個都在你女兒名下 所以我還是要強力的監督院長 你剛所提到 我還是要回應到第一個 我所說的這個財產 我們跟中華民國台台 申報的問題 而且你所做的 一個承諾 未來我們勢必要來檢視一下 有沒有跟中華民國財產什麼 那我這邊還要特別回到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 你為什麼不願 你為什麼不可以辭職 你自己認為的一個原因 就是來自於院長的一個選舉嘛 對不對 就是我們新任院長 還沒有選出來之前 你目前為止 你現在暫時不可以辭職 不是 不是我說 這是我的了解 是 我們的法規的規定 假如院長辭職 就要啟動這個 臨時評議會 雖然我們剛剛已經有很多委員 不竟然是這樣子 但是今天大家最質疑的地方就是 剛剛我們蔣乃欣委員也特別質疑過了 基本上在院長的這個部分 以前都是不記名的這個部分 這一次開始卻臨時改變 變成為不記名的這個排序的一個投票 那這個部分你們 臨時做這樣一個編動 對很多人來說 就會認為 你是否是要綁標某些特定的人 而讓這個部分會變成如此 否則院長 他不應該這麼臨時的狀況之下 做出這樣的改變 而且院長我還特別提醒 中研院目前為止 大家都是用放大鏡的方法 來檢視你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而且在中研院院長這麼重要的一個 討論的範圍當中 你們卻臨時做這樣的改變 難道你們沒有考慮到 背後所能可能承接 可能很多的一些爭議跟質疑嗎 那個只是投票方式的改變 並沒有說 還是一樣 我是不是請李選委員的主任 我想很簡單的方式 我還是要強調一次 你是評議會的會 評議會的主席 但是那一天我 我沒有辦法插手這個 可以請那個 我們還是要強調一下 為什麼臨時做這樣的改變 而且所有的名單都會有外洩 基本上面我們林遠哲院士 特別提到的 如果外洩每個人都應該去跳海 即使是這個樣子 我現在目前為止的話 有很多很多的院士 也不敢多講 因為他們怕他們會去跳海 所以這個部分裡面 我還是要強調 這個很遺憾 這個的確是很遺憾 是很遺憾 所以院長我只能說 你每次在做任何事情 你都說科學家 很多事情你沒有想到 可是你不要忘記了 科學家做了這麼多事情當中 中原院為什麼不斷被檢視 因為有這麼多 學術高階 頂級的智慧型的人才 從你們記轉條例裡面的一些缺失 到包括院長選拔 臨時更換 類似象徵的一點一滴 都會被放大檢視的時候 裡面有這麼多的博士 這麼多的院士存在 你不覺得 讓大家會覺得 一窩子的中原院的科學家 果然想來跟大家不太一樣嗎 這個假如委員這樣認知的話 我也抱歉 我是覺得 洩漏這個三位候選人 甚至候選人的名單 而且不要忘記的第三 我們還有一位郭衛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香港大學這位學者 他提出提出非常沉重的一個呼籲 但是中原院卻沒有對他的這個部分 提出任何的一個反駁 那是不是因為郭衛 大家認為是因為馬總統所可能傾向的部分 卻用透露的這個方式 來引發社會多這麼爭議 我覺得中原院有必要對這件事情 做出一個很嚴正的一個澄清 我想關於臨選新的院長 那個翁院長確實完全完全沒有 那我代表這個臨選委員召集人 說明我們所有的程序 包括評議會那天 那評議會那天我們臨選院長的 是有一位臨時的主席 這就是希望說現任的院長不會 不會跟這個新任的臨選掛上任何 那我們臨選程序我從來也沒有跟院長報告 但是任何的臨選程序都必須要在三天之前 提出這樣子的一個公佈 之後你才有辦法 我剛剛只是特別強調 中原院因為院長的關心 已經陷入全部人特別在這個部分 特別是520交接的這個前後 每人都在看新院長會是如何 既然大家都已經感受到這樣一個社會氛圍之下面 任何一個舉動都會造成每一個人過度的一個 或許是一個詮釋跟采 你們卻沒有忽略到這樣一個社會的觀感 臨時做這樣一個改變 我想這個東西是最被大家所詬病 跟被大家所不能夠接受的 我想我還真的是強調這個部分 我們會書面上把整個過程 我想這是絕對是有必要的 因為新的院長的確 是對未來中原院一個帶領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我想我們講這個部分是大家都一直在去看的 我想這個東西要非常審慎審慎的來做一個處理 謝謝 好 好 我們休息五分鐘 好 謝謝 謝謝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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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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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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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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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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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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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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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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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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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还 感觉看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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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对 我们特别 感谢观看 但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但你现在 这个当然是 是 提到的 对 对对 对对 是 是一定会 的这些问题 只要 就要很小心 对对对 不断的 那 要求他 还是建认 好 是一个 对对对 我担心 对对对对 我們今天在之前你有3000張股票 我認為要保護台灣的科學家 要保護台灣的生計業 要保護台灣的生計 所以我寧可相信院長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後來還要去查金流查遺產 那個證譽稅等等的問題 這個交給司法去處理 第二個階段院長有10張股票 賣了10張股票 坦白講院長在當時我也是很挺你 我覺得說借券借了幾千張 那個才是股市突嬰 那10張顯然沒有犯罪動機 所以我還是認為說院長 你要去堅守住台灣的科學家跟台灣的生計業 但是其實第三個階段 剛才陳學生委員我有問 你還有跟張念慈去可能買到號頂的股票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分兩個部分來講 你一開始的思考是有罪 是引起社會動盪 現在引起社會的動盪更大 所以我覺得你開始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是不是辭職的問題 當然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人家認為你有罪 你才辭職我覺得這對你來講 可能很冤枉 因為有很多正事務官到最後判無罪的也有這個案例很多 所以我們以無罪推定原則 或者是我們交由檢調單位去查詢 如果最後院長還是無罪 我們也希望你能夠全身而退 但是現在引起的社會動盪不會比第一階段引起的社會動盪還大 所以我認為說 其實院長我只認為你有一個小瑕疵 就是說你跟張念慈在合作的時候 一開始你有三千張股票 其實一開始你分到五千張分到六千張 科學家應該要有的權利 我都覺得我都舉雙手贊慈 因為你是原始股東你本來就有你的股票 所以這個部分我都還贊慈 所以在前兩個階段我認為我不希望你辭職 但是呢在第三個階段我發現 你跟張念慈 如果當時你就跟張念慈講說 我們做人和投資都沒關係就是 不要去放到好點 因為這個是你的原始股東 這是你的智慧財產權 這是跟中原有相關的 跟你的職務已經有可能會有相關 我知道 我現在就跟院長跟你去討論 也許你 所以我一開始說也許你 其實我用生活的低能口不是罵你 我是想說也許你就是在科學家裡面 你很專心你的工作 但是對於這些生活的細節 對於這些法律的狀況 對於這些社會的觀感 也許你都沒有去注意 所以我們假設無罪推定 假設最後這個案子院長還是沒有罪的 能夠全身而退 但是你這一陣子跟張念慈 再去投資號頂的股票 類似有一點股市突英那種感覺 那個很久以前 我知道 我是這樣建立 事實上 我覺得 我們身為中原院長 我們看最後一張 中原院長歷任的 中原院院長大部分都是兩袖清風 院長算是最有錢的 其實 你有三千張股票已經算很有錢了 所以我是這樣建立 我今天翁起會如果辭職 我相信我還是無罪的 所以這個只是 我不是因為要去證明我的清白 而我一定要堅守住這個崗位 第二個就是說我因為 社會已經產生這麼大的動盪了 所以我專心去面對我的司法 所以第三個就是說這個 社會觀感就是說 也許我已經很有錢了 其實我不需要再去賺更多的錢 所以我當然要說 人愛吃虛子包虛 我愛吃肉粽蒜泥 我們做科學家不用那些多錢 所以我基於這樣子的理由 其實坦白講 我現在建議院長可以辭職 專心面對你的司法 而且我希望你最後可以全身而退 而辭職的理由是因為社會的動盪 其實讓現在中研院已經不生其擾 那也希望說院長如果辭職之後 可以最後面對司法最後全身而退 這也是我們的期待 不要去冤枉說一個 可能他沒有犯罪的人 但是呢就是說 院長你對於這些社會觀感 也許你是一個很好很優秀的科學家 但是對這些社會觀感的不清楚 或者是sense比較低 而造成社會這麼大的動盪 所以最後我還是 你看上一次我還不希望院長辭職 但是我還很明講 我不希望院長辭職 但是 基於我現在講的理由 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接受 就是說 我 可能最後是無罪的 但是 但是我可能又跟張念慈買了這些股票 也許我是不知道的 我也沒有犯罪的 但是已經造成社會這麼大的動盪了 所以你的辭職的理由是因為後者 而不是因為前者 我不知道這樣子院長可不可以接受 我想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會仔細思考 我想因為這個問題提的是蠻大的 希望說院長可以思考一下 因為不要再讓這個大火再一直蔓延下去 其實對社會真的不見得好 但是我 我 絕對是清白的 這個請委員放棄 絕對是什麼 我 我清白 絕對是清白 所以你看我 其實我還是 我也是希望你是清白的 而且我認為你是清白的機會也很大 就是因為你對於這些生活的細節 可能沒有那麼在意 你只注意到有沒有違法 沒有違法就好 其他都交給別人 所以我告訴你 不是其他都交給別人 因為我跟張念慈 沒關係 我知道現在就是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如果有三千張高評 我如果有一圓 我算一千我會在過 我就專心去做科學的研究 專心去提升國家的研究 專心去雇中研業的民生 其實這個比較重要 三千張是給你兒的 沒關係那個幾千張 我跟你說 五千張六千張我都不care 因為那是你是原始股東 你是發明者 所以我也希望說科學家 有他一定的自己的利潤 合理合法的利潤 我們都不會反對 但是你已經有了 其實就不需要再去 你要告訴以後 你任何投資者 你自己的發明 有關於耗頂的股票 你不要再去碰了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這樣子才能夠避險 才不會引起社會 那麼大的動盪 但是現在已經事實造成了 所以我說第一個 假設你最後有可能是無罪的 我們也希望你能全身而退 第二個 你第一個階段都願意辭職 第二個階段造成的動盪更大 那我覺得你可以專心去面對 然後就是說 再包括第三個階段 就是你剛才提到的 就是說你跟張念慈 可能有買到耗底的股票 以後你要避險 要這樣子操作的話 就不要去操作你發明的東西 這比較不會被人家卡在一起 基於這樣子的理由 所以我還是建議院長可以 好好的思考一下 我沒有去操作我發明的東西 發明的話當然記轉 對啦 反正張念慈有去操作嘛 不是你操作的啦 但是你以後 其實投資是這樣 我相信你給你投資啦 如果以後我會跟你交代說 你做什麼錢給投資都好 你就是我發明的東西 你不要去碰啦 院長你知道我意思嗎 這樣子你就不會被 瓜田領下被卡得這麼嚴重 所以我就說 我寧可相信你是沒有罪的嘛 我寧可相信你不是惡意的 但是就是這些東西 你就會被卡在一起嘛 才會引起這麼大的動盪嘛 所以你最後如果被判無罪 我會恭喜你 我也希望你是這樣子 但是這麼大的動盪 事實上應該也要負一點責任 也讓眾議院可以平靜一點 好好去做學術研究 這是我忠心的建議 所以為什麼我第一個階段 我曾經不希望你辭職 現在我希望你辭職 我是講我的道理讓你參考 希望院長真的是可以考慮就是說 讓眾議院可以平靜一點 讓你最後可以全身而退 這是我們的希望 讓我們國家的生技業 我們國家的經濟 我們國家的科學家 都能夠為這個國家做更多事 台灣更好 這不是很好嗎 謝謝 希望院長慎重考慮 謝謝 謝謝 我又不相信你的五分鐘 不好意思 因為院長有一次解釋 所以我 同情你從高雄趕來 謝謝 報委會登記質詢至在場委員 已經已質詢完畢 政立軍委員許淑華委員之書面質詢 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關於今天議程序如下決定 對於委員質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或以書面答覆者 請相關機關於兩週內送交個別委員 及本委員會 但委員另行指定期限者從其指定 也特別跟汪院長再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不要以偵查不公開 有些委員要的資訊你就不提供 好不好 這一點還是希望在資訊能夠更加透明 這一點請汪院長能夠遵守 好 本案報告及尋答結束 我們現在處理臨時提案 報委員會現在由委員提出臨時提案 總共有兩案請宣讀第一案 第一案 有建議號點案以嚴重影響中原院生育 甚至物名化生技產業發展 涉入號點案之中 原院翁錦會院長 之前雖已就號點案向立法案提出專案報告 為關鍵問題卻又刻意回避未能事宜 翁院長先繼已遭檢方以貪污被信罪 列委被告 中原院李前院長遠哲表示 翁院長應辭職配合調查 民進黨亦表態 翁院長已不適合 繼續擔任院長 應該盡速辭職院長職務 曹爺均一致認為翁院長應立即辭職 淨後司法調查 讓國家最高研究機構盡快回復正常運作 提案人 委員 吳志陽 林澤甫 吳思瑤 蔣乃欣 黃國書 陳學勝 柯智恩 出巧會 請問我有沒有補充意見 呃院長您的態度都應該很清楚了嘛 那就不需要再贅述了好 那我們就本案就通過好不好 可是刻意迴避這四個字應該刪掉吧 院長沒有刻意迴避啊 回關鍵用鐵切又刻意迴避 那提案委有沒有意見 好 那就刪掉好了 好 我可以加一個字叫四 那我就不跟你計較了 那院長你就好好認真好不好 去面對好 那現在我們 呃 處理第二案 第二案 請總統府以中研究院分別針對 中研究院院長臨選辦法之解釋 於一週內提出書面 說明因任期屆滿或院長辭職等因故出缺之不同因素 導致在不同狀況臨選新任院長之法定程序適用時機及樣態 提案人 委員中嘉賓 聯手倫 委員 許智傑 柯智恩 請問委員有沒有補充意見 沒有 中研究院 主席一週內太快了 好 而且我們能要求總統府嗎 不是 是 中委員 我們當然知道目前能要求中研院除了本院之外就是總統府啊 是 那麼因為目前的院長臨選辦法是根據我們評議委員會定定的 是院裡面定的 這個辦法不是總統府定的也不是立法院定的 臨選辦法是中研院的評議委員會定定的 那就跟我們的校長臨選辦法一樣 各國立大學的校長也是由各大學自己定的 但是當大學在臨選上發生疑義的時候 通常會請教育部適宜 現在呢 中研院不歸教育部管啊 中研院歸總統府管啊 所以呢 總統府的第一局第三科 就是管中研院的 所以呢 我是建議說啊 這個部分呢 中研院先自己提出 你們 尋你們臨選辦法 要找出一個解釋 到底在這不同狀況之下 你們怎麼樣去適用的時機 你們要自由性的主張 如果你們覺得自己的主張沒有把握 你們要請示總統府 如果你們有請示總統府 總統我給你們含附 那來不及在一週內 總統我來不及在一週內 含附給你們 那我不計較 但是我希望中研院在一週內 就你們內部 在自己定的靈魂辦法 在這種不同狀況之下的樣態 要怎麼去適用 要跟本會啊 提出說明 好不好 因為我們本院也沒辦法 對總統府提出要求啊 我們只能看他的預算啊 好 那怎麼樣去請示總統府 你們總院院自己看著辦 但是你們 總院院至少本身 你們的自己的說明 要在一週內拿過來 好 以上說明 好 總委員 王副院長 可以 你們就盡力去了解嘛 好不好 那你們也喊請總統府 可是要喊請一週內不夠吧 但你的動作該做的就完成 你要在一週內完成這些動作 但總統府的含附時間 我們就不算在裡面 不然給兩個禮拜好了 好不好 兩個禮拜好了 有一點時間好了 好 那我們就改成兩個禮拜 沒有一件照案通過 並請總院院研究辦理 我們現在多了一個案 第三案 請宣讀 第三案 科學研究基金與行政院 科學 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等議題 請中院研究院與科技部 分別於兩週內 就下列說明事項提出書面報告 說明 針對 二 是國家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衍生智慧產產前 及成果歸屬 運用 提出相關查核監督統整改革報告 需包含 一 近十年 以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 各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資助機關所資助的計畫 提供項目名稱 預算金額等原始資料 二 上開研究計畫所獲得的 技轉收益 以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十二級 第十三條 分別至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金及行政院 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的金額 依照年度單位計畫名稱及分配比例提供 三 前項收益未分配至全數基金的部分項目其說明原因 四 本書面報告之統計資料自2016年4月30日 提案人委員中嘉賓連署人委員蔣乃欣 柯智恩 提案委員有沒有補充意見 這個統計的資料是不是到4月30號就看他們能力所及呢 因為要求在兩週內提出嘛 那麼 那這個 這個 騎乘我可以同意由中研院跟科技部自己定啦 到什麼時候截止齁他們抓個騎乘 那至於其他的內容呢就很單純齁 就是我們想知道說過去十年來啊 我們國家投入可以資助的這些科研計畫 大概是哪些項目 投入了多少錢 然後呢這些錢呢根據科技基本法第六條 它產生的計轉收益 它應該在分別根據第十二條第三條呢 分配到兩個基金會裡面去 不是全部啦 是有的要分配進來啦 那分配了多少進來我們想知道 那最後呢那沒有分配到這兩個基金的 是什麼原因為什麼不用分配到這兩個基金來 要請說明 簡單點就三個部分 國家資助的科學計畫 到底是哪些計畫項目名稱預算 這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 這些計畫有產生計轉收益的 應該拿回來的 那到底是多少 它怎麼分配到這兩個基金會 那沒有分配到這兩個基金的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不用放到這兩個基金 因為我很訝異說 過去中研院大概一年只有1000萬啦 一年只有1000萬的計轉收益 放到這個基金裡面來喔 這個我很訝異 所以希望他們科技部跟中研院分別說明之 謝謝 那個說明欄第一行喔 可能漏列兩個字就是 針對受國家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基金要加列基金兩個字 然後後面 預算 預算喔 國家預算 產生的計轉收益才會歸到基金 不是拿基金去支持 不是好像漏列兩個字喔 漏列拿兩個字 針對受國家科學技術研究 那個可以 我覺得可以把那個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科學技術拿掉 受國家預算 受國家 這個 預算就好了 受國家預算 所衍生的啦 受國家預算支持啦 因為我主要是要關心 受國家預算支持的 時間是到去年年底 到去年 到2015嗎 好到2015年年底 這我可以接受 主席跟委員 能不能近五年 因為近十年非常資料非常多 好那五年也可以 至少五年我們可以看得到一些內容 那時程能不能稍微延遲 因為這個 一個月 一個月 就近五年一個月可以嗎 好 就是因為國家資助產生計轉的 那個才要嘛 那你如果國家資助 根本沒有計轉收益的 就不在我的追究範圍內 好了解 謝謝 好那都很清楚我就 過去五年 然後在一個月之內 提供相關資料 好不好 好那沒有意見的話 好我們就 照案通過並請眾議院 研究辦理 報告委員會 今天的議程處理完畢 現在休息 謝謝各位 結束啦院長 下午沒有啦院長不要緊張 要請你回應 請你點我 請你請你擔心 你們說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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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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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